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城里 在光明县的县制里就写着 就是破釜沉舟 光明县的情况你也知道 内水一战 这个拆迁 拆迁补偿面积你不满意 可以让法律来判定 要不把这个梯子先搬走 这进进出出的 再把您老伴给绊着 瓜田里下就是摘不下来啊 这只只漫漫太多了 就这事你要不给办 爷爷都不打呀 我告诉你我现在不是存主人 我是你四老舅的秦表哥 三舅 什么笔话 我是不是长辈 你 你滚 你是不是扎我车胎了 几百头猪 拉屎拉尿 天天往河道里爬 光明县不光明 引发了很大的舆论关注 这房子都快塌了 子女不管 你们也不管吗 就像踩着那样独门车 手里呢 还扔着这七个小球 是因为大院生存学校 好好学什么 这分明是你们应急管理部门 检查工作不仔细 您知道应急管理部门 具体管什么事吗 美副书记的口子 还比你的上院前了 但是 你为老百姓办事的能力怎么样 我还得看一看 官越大 你就越忙呀 全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了 管好呢 没有人夸你的 管不好 全都是骂你的 半年有人了 半年付近 八个月留没有他 隐阵止渴 老婆 我已经在牢了 干事情越多 犯错机率就越大 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不许反驳 不许解释啊 老朋友 要是觉得太委屈 太辛苦 也可以不干 全国上千个钱 那么多干责 有谁能被人记住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 能被老百姓记住 那就不容易了 说这个人还像个人 还凑合 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对于天华 咱们老婆 走到街上 我们可以跟自己说 这个地方 是因为我们 才搞好 百分之五的硬骨头 我们用百分之九十五的净力 把它啃下来 我仔细想过 我不打动次 我将把光明 当成自己的家乡 来坚持 冒昧打吧 冒昧问一下 您多大官 我是这个县的书记 来 咱俩交个微信吧 有什么呀 对 是 对 有什么呀 你 有什么呀 你